Hello,大家好,我是Calvin 今天我們會開一個新的系列 叫做膽試看樓技 我們看樓之前當然要看看 專家對2020年樓市的預測 現在是2020年3月 正好可以看看 那麼多個專家在年頭發表過的預測有多準 我們來綜合一下 首先有蘇師傅 雖然我個人不是太相信玄學 不過聽聽聽有模仿的 師傅說樓市不宜太淡 還說香港行運行到2024年 可惜師傅完全沒有提到有機會發生疫情 接著就看看長益地產的汪先生 他講了以下幾個標題 貿易戰中國穩中求勝 暴亂後香港新格局已穩固形成 大灣區飛龍在天 財富效應第三期 水浸香光 樓市繼續以龍市向前鞏固向上 租金中歸止跌回升 置業良機切物錯過 變中有機創業有期 政治凌介一切 萬物回歸市場 嘩 他沒有說過會升多少 但是個個標題都是看好的 還要什麼什麼飛龍在天 如果置升單位數字 實在對不起那條龍 好 接著有美聯物業 每年可望升5% 香港置業樓價波幅有5% 即是沒有說過 來方2020年再跌5% 重量聯行中小營 住宅樓價下跌10-15% 利家閣噴射息上升10% 我喜歡這個 簡潔有力 Q房網 樓價指跌回升 全部地產代理都是看升 沒看的 不看升怎麼叫人買樓 測量行好一點 會看跌5-15% 我們試用中原城市領先指數計 最新報174.03 其實跟年頭高位178去計 都只是跌了2.2%左右 如果跟2019年6月高位190計 就跌了8.4%左右 對比在股市來說 就不算跌了很多 我又扮演專家 現在有機會全球經濟衰退 香港各韓國業大受影響 失業率上升 置業需求下降 但同時間全球央行減息 派錢加大挑移 全面水浸 有機會重演金融海嘯之後的升幅 暫時預測樓市會報股市後塵 3-6個月之內下跌5% 但如果疫情緩和或有解藥出現 市況可以全面復甦 全年提升5% 我覺得不差 那些地產代理的分析 說回應真的 我覺得如果是第一次買樓自住的話 最好還是先看看自己的數 比預測樓市升還是跌 一來你的預測都未必正確 二來你如果相信長遠計 即10年20年以上 會有長期的通脹 20年後的雲吞麵 是不會便宜過今天的話 那其實現在買樓 是可以算是保值的 三來你有自住的需要 你不買都要租 起碼供的那份錢 有部分是還本金 可以算是另一份的儲蓄 最重要都是計合自己的數 有足夠的首期 供得起有餘 就不要買自己負擔不了的樓價 寧願買舊一點 買小一點 再慢慢換上去 如果是買樓投資的話 就好看你有沒有其他投資的途徑 現在買樓收租大概只有兩至三厘 如果是買樓收租的管理費 也會減少少 然後又有SSD 什麼稅什麼稅 相對在外面的收息產品 有五至十厘 樓的回報算是低的 但又如果你看到 好 美國三次熔斷 不再相信金融投資產品的話 買樓收租可能是最適合你的 終於有朋友想買樓 我又走了陪他看 所以深血來潮就做了這個 淡市看樓技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